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必须要有六个非常热情愿意接待他们的接待家庭 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孩子也比较具有国际观 我们除了寒暑假会安排我们的学生去英国、美国、澳洲的大学研习以外 我们也很希望有机会能够跟顶尖一流大学的孩子做互相的认识 从他们身上学到怎么样练书怎么样做人 尤其是从他们身上学到怎么样激励自己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